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我是部长 今天我们要来评论的电影是 阿里塔 战斗天使 由阿凡达导演詹姆斯·卡麦隆 及原班人马权力打造 改编自日本漫画家 木城杏仁科幻格动漫画《冲梦》 二夜追杀令的导演 罗伯·罗里格兹之导 剧情设定是在未来的几个世纪后 居住在地面的人们 受到空中都市沙雷姆的绝对统治 地面上的废铁镇中 一名合成人医师伊德 在废铁镇一处的废料场里 将一名机械合成人拯救出来 并将他从受损的状态中 修护重建苏醒过来 给了他一个名字 艾莉塔 伊德同时也慢慢的帮助他 寻回他神秘的过去 这一切将引导着艾莉塔 揭开自己与社会的真相 这部电影的原作 慕成信仁的冲梦 扎姆斯·卡麦隆在很久以前 就已经把电影的拍摄版权买了下来 我想就是在等待动画技术的进步 终于在今年顺利上映了 这次行在动态捕捉上的第一把脚椅 同时也是制作星球崛起特效的 WITA 来负责执行艾莉塔的动画制作 整部电影最关键的部分 就是艾莉塔的脸部表情 是否可以顺利让观众投注感情 看着电影会不会出戏的一切关键 就落在艾莉塔的动画呈现了 这边可以很放心的告诉大家 WITA 做到了 这次试片是看IMAX 3D 整个艾莉塔的脸部表情的细微变化 都看得一清二楚 有一些部分有出现所谓的恐怖鼓的现象 但是看到艾莉塔做的一些表情 像是害羞、生气、撒娇或是调皮等等的 都能理解为什么詹姆斯卡帕隆 等了这么久的原因 这边也是要让大家知道 其实是有一个演员在饰演艾莉塔的 他们演出的工作其实跟一般演员是一样的 希望未来观众能够更重视这些动态捕捉的演员 当我看完电影回家追了一些漫画的时候 很多小小的细节真的是完美的搬上了大萤幕 虽然我还没有把全部的漫画追完 但我相信漫画粉丝看到艾莉塔 这样被细心呵护的对待跟拍摄 一定是会非常非常开心 不过漫画毕竟是花了很多时间跟篇幅 创造了非常巨大的故事 电影要在短短两个小时的时间 讲述跟漫画一样多的内容 这真的是不可能的事情 不过最近看到好莱坞也渐渐开始改变日本的一些史诗级漫画作品 结合这些漫画的精彩故事 跟好莱坞的成熟技术 我相信是可以拍出很多很棒的作品的 然后接下来就是祈祷编剧不要乱改一通了 除了艾莉塔的特效之外 这个26世纪的世界观 以及沙雷姆与废铁镇的呈现也是近乎完美 创造出一个令人幸福的冲梦宇宙 其中也看到作品中经典的死亡球赛事 如果是喜欢看特效的观众 这部电影在战斗以及一些动作的场面的呈现 绝对是不会让你失望的 所以是绝对推荐进场看IMAX 3D 让我想起之前曾经上映 也是全3D动画呈现的电影《太空战士》 觉得如果用现在的技术来做动态捕捉 我相信这类的电影 现在看起来会有很不一样的感受 动画的呈现非常成功没有错 不过在艾莉塔的感情线 有点像神力女超人的戴安娜 就是一个对世界懵懂无知 对一切都很好奇的一个人 身边带领她认识这个世界的人 就是她的感情归属 但是比较下来稍微有点落于俗套 有一种被电影逼着要进行的一段感情故事 经过了这部电影之后 这一对情侣并没有那么被激起兴趣 不过艾莉塔本身常有这个惊人的前世故事 电影用回想画面让我们去慢慢拼凑艾莉塔的记忆 但电影到最后并没有带到太多这部分的细节 这部分可能要在续集会有继续的交代 一个比较可惜的地方就是在这个故事的推动之中 出现的所有反派都是免洗反派 其中伊德前妻这个角色会突然在一个场景中出现 而且一下子关心一下子狠心 角色竞跟出的逻辑会有点怪 有点可惜的角色啦 整体来说我觉得这部电影的一切就是在铺第二集的序章 定位跟之前上映的移动程式有一点点像 但艾莉塔的特效实在是太惊人了 电影呈现的世界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美 动作特效场面是这部电影表现最好的地方 在剧情上还是有不少的进步空间 但受限于电影短短两个小时的时间限制 我还是蛮喜欢这电影所给的世界 替这个喜欢《臭梦》的这个漫画粉丝感到很开心 你们喜欢的作品用另外一种形式回归了 有机会大家可以找《臭梦》来看一看 会对于这个世界跟故事会有很不一样的体验 最后我给这部电影 7.7分 好的 以上就是这一次艾莉塔战斗千石的影评 你看过漫画呢? 你看这个电影你有很满意吗? 还是你是没有看过漫画的观众朋友 你看完这个电影你的感想是什么? 欢迎在底下留言区留言留下你的看法喔 喜欢这个影片记得按赞订阅加分享 IG 脸书 LINE 群里的记得追踪一波喔 祝各位新年快乐 诸年行大运诸事顺利 好的 我是部长 不久